~~ 我們發現 教育很重要 然後有些同學上課進度落後 同學上課傷害 就反而會不轉型 然後我們想要設計有效學習的東西 我們反問了英文老師 就是老師說同學可以用桌遊來讓同學更喜歡英文 可能是用大富翁之類的 然後走到一個就要說出一個菜的名稱 讓同學覺得英文更有趣更好玩 要給同學試玩 反問同學的那個科目比較不好的 比較不擅長那種問題 跟 你們自己都有幾次做 那你最近的狀況有一點護照 就是在身邊考試 然後 再試過 這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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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 給你做Note 可是那個遊戲已經需要做紀錄 你最後就會抓到什麼 哇塞 像 像同學英文都可以更厲害 然後 很有趣啊 很複雜 最後還有其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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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應該會再次吃 那些